啊 这盛世长安 果然名不虚传啊 嗯 今日有空闲 正好先四处转转 尤其是传说中的水盆羊肉 必须得尝尝滋味 客官里面请 您的水盆羊肉 请慢用 嘿嘿 再配上我四汁的烤鸭 绝配啊 我要开灯啦 这位道长 请问能否跟您拼个捉 这店里没有位置了 啊 无妨 老张随意便是 哈哈哈哈 蝎骨道长 客官 您的羊肉也好了 请慢用 啊 口钱 这可是简念的好东西 哼哼 内人做的促擒在全长安可是一局啊 看着年轻人的表情 怕是也难免垂涎哪 啊 懂得 是何物如此方向 他手中的鸭腿 啊 这鸭腿老父也不是没吃过 啊 这鸭腿老父也不是没吃过 为何他手中的鸭腿 所散发的香气如此动人心魄 啊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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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到底是如何考制的 皇宫玉竹也做不出这味道吧 色泽金黄如珍宝 香味更超宫廷山珍海味 这是龙气 这 这味道 天哪 感觉浑身充满了又不完的力量 不是 这大堂的人 一个一个 多少都有点毛病吧 这飘准往常 等下他清醒过来 怕而不是要抱着我的大腿说感恩 遭老头子坏得很 我何时心流为妙 解聪情之游 赐我未争机缘 转又离开不忍因果 这是高人哪 父皇 这位沈道长就是女儿所说的高人 沈道长 您在靖阳县的事迹早有作报 朕意有耳闻 先多谢沈道长 不辞辛劳前来救治皇后 事若达成 朕必有重伤 这道人看起来如此年轻 莫非 这就是传说中的青春永驻 返谱归真 陛下客气了 还不来 那是我能说的算的吗 皇后 华人带高人来给你看病了 让他过来吧 这道士看起来普普通通的 圣人怕是为了给我治病 又被人给骗了 沈道长 请 不必了 命中结束 药食难医 我有一法 却只有两成把握 若是成了 皇后娘娘历时痊愈 自此之后 无病无灾 若是不成 要王孙思淼都治不了的哮喘 我看个灯啊 皇帝陛下 皇后娘娘 对不住了 我只能继续忽悠你们了 若是不成 便会怎样 若是不成 怕是活不过 今年六月二十一呀 近日 我总梦到无常托梦 说我六月二十一日 身时将死 这道长 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就直接算到这种程度 莫非 真是仙人 嘿嘿 还好小爷九年 义无教育没有白毒 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死 不然 想给自己留条活路都难 圣人 请让道长替我医治吧 我 愿意一试 我这法子 说了也简单 只需取来一枚果梨 再加上一碗无根之水 待我亲自熬制成梨水 冷好后 便可让皇后服下了 快 去把沈道长要的东西取来 是 尘能 请见陛下 圣人 您莫要害了我妹妹 圣人 三思 三思啊 而等擅闯王后进宫 是想造反吗 尘能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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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说 我死后 我们就敢了 什么 圣人 千民网 好 您